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街最初的模样 今天我们抱着一丝好奇心 踏上这条狭窄而幽深的小街 西街用它的青砖白墙 和充满异域风情的招牌店铺 无声地诉说着四十年的岁月 西街位于广西阳朔境内 两千多年前中国隋朝设立阳朔县时 现场就只有这条二百米长的小街 小街位处离江西岸 又因为街道走向自东往西 刚好与阁江的东岸遥遥相对 所以从清朝开始 小街被称作西街 但是西街地理位置并不引人注目 那么它又是如何变得文明侠耳的呢 这里是进出阳朔的碧京之地 被称为南大门 南大门的背后就是西街的起点 在过去没有公路 来阳朔的客运基本上都是从水路来的 从水路来的客运都是从这个码头进的阳朔形成 进了这个城门 南城门 进了城门以后就拐过去就是西街 所以西街来是来阳朔的客运 不管是来做生意 或者是到新亚门当时的都要回经过西街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旅游业开始起步 离江一日游成为广西的重点旅游项目 这些客人从桂林上船顺流而下 在阳朔码头登岸 穿过城门洞 就会发现面前是这条长不过二百米的小小西街 他们必须穿过西街才能到车站去乘车 西街上的住户发现街面上总有游客经过 就试着摆个小摊 卖些阳朔当地的小吃 没想到就是这些小摊 让原打算从西街过路的外国客人停下了脚步 他们一边休息 一边欣赏阳朔美景 一边品尝当地特色的小吃 于是西街人干脆把自家门面打开 有的做成小饭店 小旅馆 这样一来 在西街停留的海内外游客越来越多 历史上的西街居民 大多数是普通农民 相当长一段时期 保持着边做生意边务农的生活方式 这使西街人形成了 城里人豁达和乡里人忠厚的双重性格 正是西街人的这种性格 成就了西街日后的繁华 但是那个年代 中国刚从封闭中走出 对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 他们甚至听不懂老外的语言 那么最初的西街生意人 用什么办法跟老外打交道呢 有些老外呢 他坐在店里面 一瓶啤酒 一瓶啤酒 一个炒饭 在写他们的可能日记吧 然后呢 他们呢 就问要 喷 喷 我猜想到 喷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拿着一个大脸盆给他 他们就笑的 捧服大笑 后来他们就手势笔 他们就手势这样笔画 后来知道是要一支笔 从八十年代初以来 李莎一直在西街经营酒店 她的店是西方中国旅游指南的重点推荐 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中国时 中方对他安排了丰富的行程 但是密特朗却提出 访问西街李莎咖啡馆 而杨硕和巴黎远隔千山万水 一个小小咖啡馆的名字 又是如何传到法国总统耳中的呢 第一就是诚信吧 诚信是最重要的 第二热情 要把顾客看成像家人一样 然后让他感到像家的感觉 这就是不同点了 没有更多的秘诀吗 没有更多的秘诀 很简单 早在八十年代 李莎刚刚在西街开启一家小店 西方客人来店里住宿 李莎不仅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 而且跟客人真诚的交朋友 当客人想出去玩时 李莎索性扔下店里的生意 义务充当投油 有一次他带客人出去玩 骑车长达七个小时 又渴又累 他的这一举动让客人非常感动 客人从他的身上也发现了 杨硕 纯朴善良的风土人情 于是故事不静而遭 许多欧洲的旅行杂志纷纷推进 李莎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大 甚至传到法国总统密克朗的耳朵里 我曾经有个客人 就说现在已经他叫我叫Sister了 就是说他的护照几乎都是香港洋朔 香港洋朔 曾经有那个海关边防说 你为什么总是去洋朔 然后其他地方都不去呢 他说因为我妹妹在那里啊 一个护照满的全是香港洋朔 从丹麦飞过来就到香港 然后到洋朔 现在李莎的小店 仍然由他和丈夫两人经营 这种家庭式的经营方式 已经在西街延续千年 面对分支踏来的老外门 李莎仍然保持传统的代客之道 这是一对来自美国的老夫妇 他们在李莎酒店住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李莎经常主动与他们喝茶聊天 李莎珍藏了很多以前在酒店住宿的客人寄来的照片 这是她的宝贝 李莎非常喜欢跟朋友分享这些照片里的故事 有一个老外他是留着一个照相机 跟摄影机差不多的 他已经差不多到桂林机场了 然后我就发现他那个摄影机 还是在我们咖啡厅 然后我就租了一个车 一直赶到机场 把他把这个摄影机送到机场 要知道 李莎咖啡馆到机场70公里 打车往返要五六百元 李莎全部自讨要报 客人接到相机后深受感动 而李莎认为这不过是朋友应该做的 很快李莎就把这件事淡忘了 然而时刻不久 李莎收到一本知名旅游杂志 打开一看 里面有对李莎酒店详尽的介绍和隆重推荐 而文章的作者正是那位丢失了相机的客人 对李莎来说赚钱是其次 他最欣慰的是这些年来 他拥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朋友 这才是他珍藏的记忆 是他最珍惜的人生收获 靠着诚信的经营方式和热情的待客之道 李莎把当初三十平米的小店 经营成今天五层楼的李莎大酒店 店虽然越变越大 但是对于李莎来说 把客人当朋友的待客之道 却仍然像他最初开店时那样一如寂寞 中午时分我们赶到鸡肠鹿鹿 当地人说西街的饮食文化中西合璧 在西街上既可以品尝到地道的羊味 也可以寻找到土生土长的羊朔味道 在西街上吃饭已经不单单是填饱肚子 而是享受世界各地风格各异的饮食文化 我们走进西街的一条之巷 发现这里的香港茶餐厅味道正宗 打听之下才发现 店老板是这个叫黄家磊的香港人 西街人说 黄家磊和西街有一段奇妙缘分 黄家磊告诉我们 十年前还是香港黄家警察的他 第三次生意失败 血本无归 香港的高楼大厦和无处不在的压力 逼迫的他万年俱归 他听说阳朔是个很美的地方 于是决定最后看看美丽的风景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了却一生 然而当真正来到阳朔时 他却被眼前无与伦比的景色震惊了 这里的一山一水都透着生机 浸润着灵气 每一步都是一处风景 每个角度都如此美丽 黄家磊在阳朔才第一次发现 世界原来如此能力 而之前的失败不过是人生的过程而已 于是他很快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在阳朔期间 他每天都毫无目的地在西街游荡 他的心态开始慢慢发生变化 这个世界同一个人 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商海 不是在纽约 不是在通球 你跟他打消负 他肯定跟你打消负 然后比方说笑一笑 然后比方说是年轻人 就算比方说他们老外 不同国家 一站 你是那个地方 然后就问他 你昨天去过哪里 站着站着就坐着起 就是个小孩 一个老太婆 老外看到的时候 他可以说哈喽 就是很平和 光家磊发现 在西街上 人与人之间相处 是如此愉快 没有防备 没有警戒心 而西街上的人们 不论是游客 还是商户 都用最善意的方式对待他 这让他感受到一种 从未体验过的温情 这种平和自在的生活 让黄家磊重新找回了自信 原本打算再次了断的黄家磊 在西街开了一家玫瑰木餐厅 让他没想到的是 开店的过程非常顺利 他不是个監視 例如你什么 你要写个报告 他要排队 很多人 他人生有限 香港你搞一个村庭 你开始负租金 装收了一个批 他跟他的不同 他反对人要拆掉 没有牌不能租生意 不惜一天分你几千块 那你把那么贵的租金 可能租的地方 租金三四年四五年 可能要八年初拿那个牌照 我们这边你先搞 他来看 不行叫你改 你做你的生意 你只要改就行了 搞定了 OK 拿牌照 黄家磊没想到 西街给他这个外乡人 足够的宽容 店也越做越火 于是他以每年一家店 速度扩张 我们看到的这条支项中的店铺 以全部成为他的产业 我现在跑不成的速度 起码刚低一发 很新鲜 我本身我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 现在多数行李有把头发 第一 我的重量增加力 我的重量增加力 很新鲜 我本身我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 超过十公斤 八刀法 每年我没有怎么增加 跑得很小 我没有演 这个精明这个地方是很可视我的 这个地方跟我需要原分 当地人告诉我们 中午之前的西街是安静的 因为这个时间 西街上的人要么赶早去周边玩耍 要么还沉浸在西街客栈的梦乡里 午饭之后 西街上的游人开始渐渐多了起来 随着西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专程来这里的游客也变得更多 很多专程前来的游客 已经不满足于观光淘宝 而是通过西街这个窗口 体验中国文化 布地真武馆 是我们在西街口的巷子里发现的 这是一家武术学校 专门教授中国功夫 在武馆 我们见到了一位外国女孩 正带着几名学员练习 她叫凯西 布地真武馆的教练 一个外国人在西街的中国武馆 做教练 交代还是中国功夫 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凯西为什么来到中国 又是如何成为武馆助教的呢 凯西的故事是电影《功夫梦》的翻版 这部热映的影片 讲述了一个美国小男孩 为了学习中国功夫 尖利条嫂来中国 克服各种困难 终于成为功夫高手 而凯西也是因为功夫梦 才从家乡来到万里之外的中国的 凯西是比利时姑娘 她的家乡气候非常寒冷 银行工作让凯西 感到无处不在的高压和冷漠 她的身体变得非常糟糕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 凯西接触了中国武术 凯西抱着学功夫的梦想来到阳朔 然而住下来之后 她却发现这里的风景非常好 山水秀丽 并且空气温暖而湿润 非常适合生活 Yangshore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Belgium 因为在Belgium我们没有发生 泥是松 dire 我们没有太多的 host 所以现在这种旋是非常美 气候是更高的 因为在Belgium在使用很长 一个月之后 凯西就决定辞去比利时的工作 来到杨硕西街定居 开始系统学习功夫 凯西进步很快 短短两年就从学员变成了武馆的教练 下课后凯西的中国朋友约她逛街 西街上的每家商铺都各有特色 凯西很喜欢逛西街 喜欢从小店里发掘古怪又有趣的小玩意儿 OK,非常好 谢谢 我可以等待 对,现在是比较好 对,非常柔软 对,非常柔软 是纯片的吗? 对,非常柔软 十分柔软 很美,这个国家是很好的 对,对,我认为是 全是手机製的 对,全是手机製的 全是手机製的 我立刻在家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选了杨硕西街 所以,我的生活风格是很放松的 所以,我认为是 在她的家里,我们发现很多来自西街的中国工艺品和民族风格的小物件 这些小物件是凯西最珍爱的宝贝 凯西的家虽然不大 但是几个月前 就在这里,凯西接待了她远道而来的父母 这天下午 凯西打算在西街 再买一套练功用的太极服 可能我会四个月的太极服吗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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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100块 你需要衣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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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一层 对于他来说 在西街的日子还长 他有足够的时间 跑到价格合适的太极府 其实除了凯西 还有很多外国人 在西街找回了生活的原状 在西街 他们泄掉了沉重的压力 甩掉生活的包袱 找到理想的生活方式 既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对于他们来说 西街就是一片世外桃源 他们在这里 与当地人融洽的生活在一起 也许 这些从异国投奔西街的外国人 更能体会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些手来回到这里 再次 再次 掌握了球 踩到右边 掌握了鸭的尿 握了鸭的尿 握了鸭的尿 像你会撞到鸭的尿 然后再次 再次掌握了鸭的尿 霓虹灯下 人流穿梭 整条街道 就像一座露天的大酒吧 西街的一天 从夜里开始 夜里的西街 幻化为一座 奇异的地球村 游走在街上的人们 有的来自冰冷的北欧 有的来自酷热的非洲 霓虹灯下 欧洲人可以与亚洲人坐在一起 品尝美食 聊天 喝酒 音乐和啤酒是最好的催化剂 不论你来自何方 今夜你都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西街人 我们走进一家 叫做背包客栈的酒吧 这里一场热闹的比赛正在上演 对类双方 一方来自中国 另一方来自英国 比赛规则非常有趣 谁能将乒乓球准确投入对方杯中 对方就罚酒三杯 气氛随着音乐飙升 今天夜色下的西街 更像夜巴黎 恍惚间 已不知今夕何夕 从西街的人群里 我们听到一阵悠扬的鼻声 这些吹笛人 都是来自阳朔民间的音乐演奏好手 他们吹奏的音乐 是阳朔最古朴的神韵 没想到 这传统的中国司徒 在西街也大受欢迎 月色高悬 喧闹了一整天的西街 渐渐渐安静下来 只有笛声在西街上空飘散 西街 一个千面女郎 不论你看到多少都不是她的全部 这就是今天的西街 一条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普通小街 一棵千年古荣 也是受人膜拜的纪娘 它因一部经典的电影 让爱情树的美名传遍天下 也因改变当地人的生活 而令风水树 摇前树的圣域长盛不衰 它是怎样一棵神奇的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